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傻眼 南京碧桂園房價從13000跌到3000 大陸多地房價跌跌不休 違法所得591元 罰1863萬 中共引發民間一片恐慌 是的 我開始擔心銀行了 詛咒中共 中國車牌掛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2028 網熱議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6月28號星期五 我們已經恢復了副頻道的日更 結尾會介紹今天發在副頻道的視頻內容 歡迎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讓您的親朋好友都能得到真實的資訊 在亂世中自保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傻眼 南京碧桂園房價從13000跌到3000 大陸多地房價跌跌不休 南京巨融碧桂園房價從13000元每平方米暴跌至3000元每平方米 引發購房者心痛 2017年房價最高達13000元每平方米 但隨後急劇下跌 現已降至3000元每平方米 跌幅達1萬元每平方米 自媒體人小馬稱 2017年購房熱潮中 很多人在巨融碧桂園買房 現在房價暴跌 讓購房者懊悔不已 南京周邊房價也大幅下降 當初每平方米13000元的房子 如今無人問津 南京市區房價高企 許多買不起市區房的人選擇在巨融購房 但現在這些購房者感到深深的失望 小馬回憶 2011年南京大街小巨都是巨融碧桂園的廣告 5000元每平方米的房價吸引了大批購房者 2017年房價飆升至13000元每平方米 購房者以為自己賺到了 然而 2019年房價跌回至11500元每平方米 2021年2月進一步跌至9200元每平方米 二手房報價也降至7000多元每平方米 許多人在2017年購房時還充滿希望 如今每次看房都感到心痛 此外 河南鄭州恒大樓盤房價也從11000元每平方米 跌至3000多元每平方米 鄭州自媒體人小王表示 恒大開發的精裝修房 2018年價格最高達11000元每平方米 如今二手房成交價僅三四千元每平方米 恒大2021年債務違約 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陷入困境 多個房企破產清盤 恒大的地鐵房本應升值 但房價卻連續下跌 即使地鐵通車後也未見回升 江西南昌一名業主因欠債不得不將原價100萬元的房子降價30萬出售 心痛難忍 湖南市民小花表示 他在江西南昌的房子因生意失敗而被迫出售 他花了100萬元購買的房子 最終降價30萬元才賣出 這套房子所在的小區環境優美 物業費低廉 但房價下跌讓他無法接受 最終虧本出售 網友紛紛表示 大陸房價已成笑話 房價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多地房價下跌引發廣泛關注 購房者和投資者都感到困惑和無奈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加 未來房價走勢人不明朗 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 讓很多購房者對未來失去了信心 原本寄希望於房產增值的人們 如今不得不面對慘痛的現實 違法所得591元 罰1863萬元 中共引發民間一片恐慌 近日 中共因財政困難追查稅收 引發民間恐慌 中共外匯管理局的罰款也相當離譜 有企業違法所得591元 卻被罰款1863萬元 根據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 青島市分局官網6月25日的處罰決定書 青島市新信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違法將外匯匯入境內 違法所得591.63元 被罰款1863萬8995.5元 另一家位於青島市的青島藍明新材料有限公司因同樣原因 違法所得442.98元 被罰款18108820元 處罰日期為2024年5月6日 網友紛紛表示震驚 如果不是有圖有真相 真不敢相信這世界上會有這種奇葩事 有人誤以為罰莫金額是591萬元而非591元 6月27日 面對網友質疑 青島市分局回應稱 被處罰公司為外商投資企業 具有假外資空殼特徵 資金匯入後通常快速結匯 轉移到地下錢莊控制帳戶 違法金額合計2883萬美元 安非法匯入金額10%罰款 共罰款1863萬8995.5元 591.63元為產生利息 屬違法所得 網友質疑 外面賺了錢把錢轉回國內不是好事嗎 賺的還是寶貴的外匯 有網友解釋 外匯管制 匯進來的外匯只能到外匯局 外匯局換成人民幣給企業 還有網友批評 股市造假挣幾十億的也沒見罰這麼多 理財 集資詐騙動不動幾百億 給受害者挽回了多少 建議證監會向外管局學習 是的 我開始擔心銀行了 最近幾個新聞讓人隱隱擔憂 奮與財經分析說 首先 許多銀行開始雇佣催收公司 微重銀行 三鄉銀行 光大銀行 信業銀行 華夏銀行等 至少五家銀行紛紛發布招聘公告 即招職業催收人員 催收是什麼 就是專門負責向欠債人討債的職業 過去是暴利催收 現在則是通過電話 短信 上門等方式 不僅騷擾欠款人 還騷擾他們的通訊錄聯繫人 一個朋友就收到了催收他同學的短信 體面的銀行沒有這些人才儲備 只能臨時招人 為什麼 因為欠銀行錢的人太多了 而且 第三方催收公司被限制了 5月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互聯網金融貸後催收業務指引 金融機構需審慎外包 加強管理 監督和檢查 因此 銀行不得不親自下場要債 另一個新聞是銀行兼併 如今貨皮解散銀行變得容易 但找到有能力接管的卻很難 設立銀行是為了掙錢 且散則是為了甩鍋 背後原因有兩個 一 不良貸款率上升 光大銀行 微重銀行 三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都在增加 比如 光大銀行不良貸款餘額474.76億元 比上年末增加28.02億元 二 小銀行底層資產減值 中小銀行的底層資產主要是房地產和土地 房產價值大幅縮水 比如原來500萬的房子現在只值350萬 銀行只能貸200多萬 這個缺口就是隱性風險 作者認為 土地也面臨類似問題 賣地不順利 城頭和地方銀行間左右手互搏 銀行風險堆積 需要利潤來對沖 而存貸差越來越小 存款利息下降空間有限 大銀行有大型項目支持 中小銀行則主要靠房地產 金融穩定保障體系要健全 必須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銀行是金融風險的底線 必須守好 詛咒中共 中國車牌掛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2028 王熱議 任何詆毀 唱衰中共國家的行為 都可能被中共當局關切 有網友表示 自己在路上看到了一章 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2028的車牌 照片曝光後瞬間掀起熱議 1949年10月1日 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 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成立 然而 卻疑似有中國民眾暗喻不會有80年的國慶 一章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2028的車牌 在牆外的各大社群平臺流竄 許多網友看了紛紛擔憂車主的人身安全 因為這車牌的意思 根本就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剩下4年不到的壽命 最多只會有79年的國慶 有網友打趣留言 可不可以寫2024 我一刻都等不了 希望這是真的遙遙領先的預言 還要再等4年嗎? 最新副頻道的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習家軍反叛迅速出現 不亞於林彪事件衝擊毛澤東 綜合報導 扯 菲律賓籍女市長 竟與疑似共諜指紋一模一樣 結果 徹底鎖死一扇門 切斷中共國與世界聯繫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 向下拉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 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